巴黎十三行博物馆是台湾首座考古博物馆 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亲近考古 特别举办了考古生活节的活动 除了安排精彩的表演节目之外呢 现场还有热闹有趣的考古博览会 巴黎特教班的啦啦队员们 用天使般的笑容和活泼可爱的舞姿 为活动热闹开幕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亲临信场 全新北市 全包括台北市 包括桃园县 包括周边的孩子 都应该要来这边共同学习 而且透过学习 大家可以认识我们的缘由 我们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 那也可以来踏查这个遗迹 让我们小朋友们很快乐的来学习 巴黎13行博物馆的考古生活节 除了安排了精彩表演 在现场还有考古博览会 超过50个摊位 邀请国内外博物馆 以及学术单位热情参与 也让小朋友以更有趣的方式认识考古 有些原始民族呢 他会把这牛角拿来做一些用途 有没有要猜一下 武器 武器 还有什么 罐一下 视频 这个 视频 还有什么 项链 项链 这样挂吗 哈哈哈哈 还有没有小朋友要猜一下 我就是把它削了 然后他 这样是把它削过去 做刀 这样 是 鞋啊 来 我 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最常用的用途 你们猜一下 这动作是什么 各位小朋友有没有看过战争片 考古生活节的活动在4月28号下午 将安排街角艺术表演 以及特技空间魔幻光影秀 天安天新闻 沈舟的门回 巴黎采访报道